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一部《五元胜》的作品。 这天一早,小元太太正走在公园小路上。 这时,迎面走来了一位年轻人小王。 就在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,他们突然都回头一看,瞬间就认出了对方。 原来,小王从小就认识小元太太。 小元也表示,有十年没见到小王了。 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还是十年之前。 那时候的小王还没有完全发育。 小王见到自己从小就非常憧憬的小元太太,也是非常的兴奋开心。 俩人聊了几句之后,小王表示要回家找老爸要钱。 小元听后就教小王可以发短信要钱,还拿出手机教小王各种要钱套路。 这一看,就是舍不得小王离开。 不过即便如此,小王还是没能领会小元阿姨想要叙旧的意思。 小王急匆匆地回到家里。 这时,老王正在给女秘书安排工作。 老王一见到小王,就表示要和女秘书结婚,让小王给未来的后妈打个招呼。 不仅如此,老王还对小王表示,因为自己和女秘书要在家里办公,让小王搬出去住,还给了小王住酒店的钱。 小王离开家后,非常伤心。 他没有想到,天下之大,自己却无处容身。 就在小王独自神伤的时候,小元太太从他后面出现。 看着小元带着痴女微笑的美丽脸庞,小王开始吐露苦水。 说自己父亲有了女朋友就无视自己,而且给的钱根本不够住酒店。 小元听了小王的苦衷之后,瞬间母爱爆棚。 她表示,自己家里的床很大,并且愿意收留小王。 说吧,小元太太不等小王是否同意,就拉着小王的手,开心地回家。 面对小元太太的热情,小王顿时无法拒绝。 俩人来到小元家里,保姆如花热情地过来迎接。 小王表示,这里和十年前的样子一模一样,一点都没有变化。 还问小元的丈夫为啥不在家。 小元表示,丈夫在国外出差,目前家里只有保姆如花跟自己住。 现在来了小王,家里终于有了精装小伙了。 渐渐地,几个月过去了。 这天下午,小元的丈夫阿俊从国外出差回来。 小元和如花热情地上前迎接。 这时,小王为了不让阿俊误会,也急忙上前自我介绍,说自己是来借宿的少年。 阿俊见后,表示非常欢迎,我的就是你的,让小王不要客气。 晚上,小王正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。 就在这时,小元太太突然来到了客厅。 她对小王表示抱歉,说丈夫回家,小王就不能睡在她的卧室里了。 说吧,还拿出啤酒,让小王开心一点。 俩人就这样开启了倡议模式。 几杯酒下肚,小元开始对小王诉苦。 说丈夫出差一年回家,却对自己非常冷淡。 小元猜测,丈夫阿俊应该是出轨了。 看着小元太太失落的神情,是那么的楚楚动人。 小王见状没有犹豫,在酒精的帮助下,当场就对小元太太开启了安慰模式。 第二天一早,阿俊又要去国外出差。 小王和小元则在门口开心地目送阿俊出门。 这时,卢花也表示,要出去买菜,还让小王帮忙照顾小元。 小元太太看见众人都出门后,她一步一步地走向小王,俩人就在门口开启了深入交谈。 渐渐地,随着俩人关系的深入,他们经常在一起户外散步。 小王还喜欢用手机录像,记录下这幸福的时光。 小元太太的脸上,也时常洋溢着久违的笑容。 这天晚上,三人在一起吃饭,小元的脸上有些闷闷不乐。 因为小王的暑假结束了,每天就要离开。 看着小王狼吞虎咽的样子,小元盘算着今晚的后续行动。 深夜,小王正在沙发上辗转反侧,无法入眠。 另外一边,小元太太也是寂寞难难。 就在她打开门准备去找小王的时候,眼前的一幕让她非常感动。 原来,小王早就站在门外等待。 于是,在导演的安排下,深夜的房间里,传出了一阵阵不可言喻的叫喊声。 一夜的激烈运动之后,第二天一早,小元恋恋不舍地送小王离开。 俩人来到了初次相遇的那个湖畔。 小元默默地看着小王,脸上充满了伤心。 她知道,幸福总是短暂的。 而短暂的美好,总会随风消散。 她轻轻抚摸着小王的脸庞,默默不语地离开。 看着小元离去的背影,小王有些纳闷。 难道是编剧安排错了? 离开的不应该是自己吗?